今天是會跟大家講一下尼瑪如果重返巴塞的話 是會帶來什麼的後果 不過最近報道報得罪行的那些 就不是尼瑪回歸巴塞 而是尼瑪涉及性侵的案件 我當然不會知道事實的真相 就算連法庭也好 其實法庭也是用法律觀點去判決 事實與真相永遠只有女事主以及尼瑪兩個人知道 不過我也可以在這裡講講我對這案件的看法 首先綜合各個傳媒媒體的報導 整件事大概是這樣 今年5月15日晚上8時4時 女事主與尼瑪在巴黎發生性關係 但是性關係之後 女事主沒有即時報警 回到巴西聖保羅才提出控訴 女事主曾經與她第一個律師說過 發生性關係是因為兩情相悅的 但是過程當中尼瑪突然變了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 過程當中不停向女事主作出襲擊 所以女事主要求尼瑪承擔刑事以及民事的責任 去到5月29日 即事發生了半個月 尼瑪拒絕和解 在5月31日女事主請過新的律師 改了用性侵犯的說法 即是改變了策略 由這個告尼瑪侵襲她變成告尼瑪強姦 也提出了醫療報告 指出女事主屯部腿部嚴重受傷有胃病 體重下降以及有創傷後遺症 6月2日尼瑪團隊否認性侵 聲稱女事主企圖勒索 尼瑪再在網上公開和女事主的一些聊天紀錄 以及和女事主的私人相片 6月3日尼瑪突然刪除這些聊天紀錄和私人相片 因為根據巴西的法律 未經雙方同意公開私人相片犯法 有可能要判1至5年的監 所以尼瑪立刻刪除廢事惹禍上身 但我們可以看到尼瑪想告訴大家 她和女事主曾經戀愛過 這件案的關鍵就是尼瑪和女事主在5月15日這次性關係 究竟是她第幾次性關係 以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這個關鍵就是這次性關係是第幾次性關係 如果這次性關係是第一或者第二次性關係 這樣發現尼瑪有暴力傾向的說法比較容易成立 但如果5月15日這次性關係之前已經發生過性關係 甚至5月15日這次性關係 已經是很多次性關係之後的性關係 這樣的話 為何5月15日才發現尼瑪有暴力傾向呢 就是之前已經有很多次性關係 所以有幾次有幾多次性關係和第幾次性關係 就是很關鍵的 如果這一次是第一、二次性關係 以及第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性關係 就差很遠的 第二十次、三十次才發現尼瑪有暴力傾向 就很奇怪的 之前都發現不到 為何突然之間5月15日才發現呢 當然不能夠排除 5月15日尼瑪突然之間突然發瘡 但是我們又可以從這個女事主的行徑當中 推測到5月15日這一次很大機會 並不是第一、二次性關係 因為女事主先後找了兩個律師 第一次她找第一個律師的時候 告尼瑪有暴力傾向去侵襲她 那之後呢 就和這個律師解約 再找第二個律師 重新告過另一條罪 第二次才改口風 就是說尼瑪強姦 那為何突然之間呢 即是一開始就不說她強姦呢 突然之間要轉呢 暴力行為和強姦的出發點是很不同的 暴力行為就是大家一開始是願意開始性關係 誰知性關係的途中就南方突然之間變了一隻猛獸 這個強姦就不同的 強姦就是女事主一開始都已經不願意發生性關係 那為何女事主突然之間呢 由一開始願意 又變成突然之間是說一開始不願意呢 為何要轉口風呢 那很可能就是第一次控告的策略就是失誤了 即是甚麼失誤呢 就很可能就是最後才想起 故事講不通 即是其實呢 這次性關係根本就不是第一、二次 那尼瑪突然之間變做猛獸的說法 就不夠說服力 所以呢 就要轉口風 變回就是女事主說她不願意的 就是說這個五月十五號呢 是不願意的性關係 那所以呢就不用你第幾次性關係了 即是我可以跟你發生過一千次性關係之後 第一千零一次不願意 跟著呢 你就變成強姦的嘛 對不對呢 那所以呢就這樣才有得打官司的 就是這樣才有得爭 那但是呢 又有一樣東西呢 是會被人問的 這個女事主 有一樣要被人問的 就是這個五月十五號 在巴黎被人強姦 那為甚麼呢 女事主不立即在巴黎那裏呢 就是同一日或者隔一日就是報警呢 去盡量呢 保留回強姦的證據呢 反而現在呢 是要回到巴西呢 再找律師呢 那雖然呢 又不能夠排除呢 就是女事主當時極度驚惶呢 所以要冷靜呢 或者回到巴西見家人才可以作出決定呢 那但是呢 這次女事主這個前後的兩次矛盾呢 是對他自己呢 整件事很不利了 是很容易呢 是會被人懷疑呢 就是他只不過是想勒索尼馬 而大眾呢都傾向會認為呢 就是尼馬這些有錢人呢 就是會比較容易遇上呢 就是被女性呢 就是用性侵作為勒索的這個企圖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這些有錢人根本就不愁無女人的嘛 那為甚麼要玩強姦呢 那如果尼馬真的有鋪呢 玩強姦癮的話呢 那6月1號整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應該呢 是有接二連三的其他女人是走出來 說之前尼馬都有鋪這些強姦癮 才是的 那但是呢 暫時到今天都是見不到有相關的 其他女性呢 就說metoo這些情況出現的 那所以呢 又不是呢 就是 所以呢 就是這樣了 那雖然呢 又不能夠呢 就是排除呢 就是女事主是尼馬的第一個 一個強姦對象 那但是綜合這樣看來講呢 那整件事 現階段對女事主來講呢 就是下風的 處於下風的 就是很容易呢 會被人認為呢 女事主的身體和心理創傷呢 是因為接受不到尼馬 要跟她分手而造成 那之後呢 才從這個呢 去追討這個訂購費 那即是呢 廣大的人呢 很可能大概都會認為尼馬衰極呢 都只不過是玩感情的 玩弄感情呢 就照顏鬆的 那而我自己的估計呢 這件事應該呢 是會最後和解了的 不過呢 就來不來會困擾尼馬呢 就好像斯朗那樣 來不來又被人挖出來說 過一告那樣呢 那這些通常呢 都是有錢人的困擾 那我這些窮L呢 我這些窮L呢 就真是很難會有這些事發生的了 那講完呢 這些是和足球無關的東西之後呢 那就講回和足球有關的東西了 那上個月呢 我和大家是報導過呢 巴塞有機會收購就是基沙文 那當時呢 我是說呢 基沙文可以幫到巴塞打反擊呢 有機會衝擊歐聯冠軍呢 那有兄弟就問我呢 那為什麼上一年呢 我就說基沙文幫不了 巴塞呢 那其實個關鍵呢 就是今年呢 我所講的位置呢 就是基沙文幫巴塞打反擊 上年我所講的觀點呢 就是基沙文幫不了巴塞 面對密集、破密集 那大家都知道了 基沙文是一個速度型前鋒 那當然呢 就是可以幫這個巴塞打反擊的 那就可以衝擊歐聯 那但是大家都會知道呢 就是如果面對密集的話呢 基沙文不是一個好的主角 也都不是一個好的綠葉 也都不是一個好的半主角 那所以面對密集、破密集 角度上呢 他就沒有什麼特點的 那他在這個巴塞呢 最多都是打前鋒 那他當然呢 就不會提升到 就是巴塞面對密集的能力了 那不過呢 巴塞現階段 最渴望的都是協助美斯 再次拿歐聯冠軍 那所以呢 收購這個速度型前鋒 當然是幫到手的 那所以呢 我就是同意呢 就是巴塞收購基沙文的 那但是最近呢 這一單交易呢 就停滯不前 那很大的可能性呢 原因呢 就是巴塞內部呢 就產生分歧 那有人就估計呢 就是美斯現在呢 是扮演著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有報導指出呢 就是美斯呢 原來不喜歡基沙文的 美斯始終呢 最念念不忘的那個人呢 是尼瑪哦 那美斯呢 就掛著這個兄弟 那他們那個 這個是通訊群組呢 依然是存在的 那MSN通訊群組 依然存在 那而這個尼瑪呢 就後悔呢 就去了法甲 在今被人踢 那所以最近呢 就傳出尼瑪和美斯呢 包括蘇哈雷斯呢 都希望尼瑪呢 是回巴塞的 那同一時間呢 這個呢 就是基沙文的消息呢 就淡化了 因為呢 就是兩者呢 應該都是只可以收購一個的 那究竟呢 就是基沙文好些呢 還是尼瑪好些呢 那我就覺得呢 基沙文好些了 有用些了 因為基沙文可以打前鋒 那肯定不會跟美斯爭做主角先 那但是尼瑪現在是怎樣的呢 而尼瑪現在已經變成呢 就不再肯做陸業拉邊的了 那而且呢 也都是不會打前鋒 他怎樣都是做中路做老大哥主角了 那一定呢 就會跟美斯爭做主角的路 那而由於呢 巴塞的教練盤古小冤子呢 是不會打 四一二三超級主攻 那所以呢 巴塞是沒有行這個 雙主角制度的可能性和能力的 那而就算呢 尼瑪、美斯、所有雷斯、MSN組合 重遇都好呢 都不會做好像以前那樣的了 那 不會做好像呢 以前美斯有支配力做右邊伴主角 尼瑪心甘情願做這個左邊陸業的了 現在呢 就只會變成美斯站定定中路做主角 尼瑪呢 就會在美斯身邊呢 就突然轉轉輸來加入 所以很鬼數地找個主角來搶做主角 就變成呢 聖誕樹四三一二的了 就是呢 就沒有六葉破密閘的了 那美斯呢 就有美斯丹天保智尊 尼瑪就有尼瑪自己凹硬來玩技術 那這個蘇羅蕾斯呢 在前面只有一個體字裡的了 那打西甲面對密閘很可能呢 是會出現回正三角形問題 就是呢 和古天奴在的時候呢 就沒有什麼分別 那而且呢 如果是打四四二的話呢 尼瑪、美斯兩個進攻點就更加老鼠拉歸 只有兩個主角站著在玩 就算尼瑪速度快點都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尼瑪打中路不利於發揮速度 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出現尼瑪拿著個球 變成黑洞拖慢進攻節奏的問題 巴塞拿這兩季西甲冠軍的時候 起碼沒有人是黑洞 但如果黑洞回歸的話 將會破壞巴塞進攻節奏套路 那就要寄望皇馬那邊繼續自爆愚蠢 巴塞才可以在西班牙一枝獨秀 至於歐聯那邊 尼瑪理論上可以幫到手打反擊 但我也擔心尼瑪會和美斯 搶成超級連結人的重心位置 而且最近尼瑪是越來越疼心 很大牌 真的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幫美斯拼命 而最害怕的地方 就是他會站在這裡玩技術的時間 越來越恐怖 越來越加劇嚴重 他過了巴塞一次之後 其實是踢壞了一隻腳 也搞壞了心機 搞壞了心態 由這個黑洞變成超級黑洞 簡單來說 尼瑪已經不再是美斯當初所認識的那個尼瑪 一回來的話 這次肯定是玩大牌 甚至美斯可能會後悔他回來 所以你給我選的話 我當然會選基斯斯文 而不選尼瑪 所以如果我是巴塞球迷 我絕對不希望見到這個人回來 可惜的地方 就是最近有小道消息指出尼瑪 兩父子正常事和巴塞修補關係 大家都記得當時他們控告巴塞 要拿2600萬歐元獎金 但是如果現在被他們解決了 例如巴塞肯給獎金 或者尼瑪兩父子不再追獎金 或者大家一人讓一步撕開他 這個巴塞就是給1300萬歐元就夠了 和解了的話 大大增加這個人回歸巴塞的機會 而且最慘的地方 就是這個人大食死仔 價錢又貴 人工又會高 巴塞要買回他 一定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最近有消息指出 巴塞為了減低轉會費 和騰出的薪酬空間 就考慮要用到三個巴塞球員 去換一個尼瑪 對於巴塞來講 就是無限度吃虧的 這一個事關 巴塞很可能是用古天奴 丹比利 以及這個拉傑迪 三個去換一個尼瑪 這三個球員的總值超過3億 這樣推到尼瑪的價格去到3億 就是要不要那麼誇張 如果真是交易成功的話 巴塞是極度愚蠢 這樣就沒有了三個人 相反 巴黎由始至終變得非常好 當初收購尼瑪 商業上得到利益 現在再送這個人回巴塞 又換到三個巴黎非常適合的人回來 所有人都知道巴黎不夠中場中 拉傑迪來到就對了 所有人都知道巴黎是沒有正宗禁區頂主角 古天奴又對了 這個丹比利來到巴黎 打左邊 安巴比打右邊 加上就是卡雲尼 加上古天奴正中間禁區頂主角 四個進攻 怎麼零形又可以打四二三一主攻 那就不用整天玩三中堅 可以進步了 中場那裏 華拉提搭著拉傑迪 是一個非常好的中場的組合 一個整體意識合作性極高的配搭 一定是幫到古天奴 結果是會立刻幫巴黎構成全歐洲極強的四二三一主攻結構 所以如果巴塞 你是真的想這個死敵巴黎更上一層樓的話 巴塞你就真的用這種方法去收購尼瑪 總之巴塞現階段一個盤估人類都經以很大劑 現在還要整個尼瑪強勢回歸的話 後果是什麼呢? 後果是默哀的 希望不要默哀 希望尼瑪不要回來 巴塞球迷現在正在害怕 巴塞球迷 看看再怎麼樣 巴塞近年都真的非常多問題 亦都非常令人憂慮 來到這裏 希望小弟 來到這裏 小弟就希望大家不用憂慮小弟 因為大家只需要不停幫這個小弟 按廣告 播完廣告 他的話 就可以幫到小弟有些收入 有個尊嚴去生活下去 繼續堅持每天免費為大家出道別 希望大家幫幫忙不要鬆懈了 記得要訂閱和按鐘仔 亦都可以考慮加入做專屬的會員 這裏 手機那裏 片的下面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 為止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 記得要關掉一個檔廣告程式 發現電腦片的裏面有Banner 廣告片的裏面也有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 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 在任何位置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出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